从故事发生的顺序上 它是在《创世纪》之后的 《创世纪》讲了什么呢 我们已过了两年很多在这边的同学们 有机会是完整地读过了《创世纪》 那有一些起来的呢 我们几句话总结一下 《创世纪》从神到创造讲起 讲到神造天造地造万物造人 造了人之后 这个人实际上是什么呢 要代表神和显现神 也就是说神造人是有一个目的 然而因着仇敌撒旦的进来 就败坏了 败坏了使人就堕落了 人一再地堕落堕落 经过四次的堕落 到了一个程度 神没有办法再使用这些人 因为败坏了不能再败坏 所以神兴起了一个蒙昭的族类 代表人物呢 亚伯拉罕伊萨雅各 包括约瑟 这些人的经历呢 就是看到是一个人 从最开始被神拣选 被神呼召 到被神得着神做恩典 然后到一步一步被神变化 最终这个雅各就成了这里面说 讲这个以色列 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呢 是一个人的名字 但是到了出埃及记的以色列呢 就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名字 就变成了整个这么多的以色列人 一个团体的名字 这叫以色列人 那到了创世纪的结尾的时候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说出埃及 那是谁要出埃及 我们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那简单来说就是 以色列人要出埃及 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是神呼召出来的一个主类 那他为什么到了埃及呢 这个背景故事呢 当时客观原因呢 是因为以色列地有饥荒 那埃及呢 我们可能知道 埃及是一个富饶之地 和很多的出产 他的文明在当时也是比较发达的 所以因着种种原因 在神主宰的手里 以色列人就到了埃及 这就是我们前面这几节看过 说以色列的重子 所以以色列当时 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是指一个人讲的 这个人呢 他原来叫雅各 后来叫以色列 他的重子 比如说有12个了 当时呢 那约瑟是提前去的 其他的人呢 他们后来就都到了埃及 在那里生活了多少年呢 从到那边起到过来 大约400年 也就是说他们在埃及 大约生活了400年 那这是这样一个背景 就是以色列人因着到埃及 所以 但是神要不要他们在埃及 一直在埃及生活呢 那很显然是不让他们一直在生活的 所以才有了出埃及记 也就是说出埃及就是让这些人呢 离开埃及 那我们可能就要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他们为什么要离开埃及 是因为埃及不好 还是因为什么 对 我们刚才读这个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 其实这个埃及呢 也并不是完全的不好 首先它有粮食啊 当时他们是因为饥荒的原因去到埃及 所以埃及是有很丰富的出场 后面我们还会读到它有各种的出场 在那个时候就是最富饶的地方 那神为什么要带他们出埃及 那讲到这呢 我们就要讲到神 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 神是一个有旨意的神 祂的这个旨意是什么呢 就是要得着这个团体的以色列人 事实上是什么呢 是能够代表祂和彰显的 也能够呢 建造神的居所 那神所有的这些心意 若是以色列人留在埃及的话 神的这些心意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那过的是一种什么生活呢 一种被奴役的生活 不仅是外面被奴役的生活 更是一个远离神的生活 一个不是为着神的生活 多数时候他们只是为了萌生 然后得一点工作 工作得一点工价 就在那边勉强生活 他们也感觉自己的生活很苦 这样的生活 事实上是够不上神 对祂的选民的一个要求和期待 因着这样一个原因 所以神主宰的要把他们带出埃及 这个就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那这只是第一步 整个出埃及记呢 一共有40章 带出埃及并不是一个目的 事实上带出埃及 可以说才是一个起点 那后面还要做什么呢 那我们就一起把这个主题 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好不好 出埃及记的主题 基督是神自己的救赎、拯救和供应 也是他们敬拜神 并侍奉着的凭借 使他们在他们里面与神建造在一起 而得与神相见 彼此交通 互为虚所 我们第一次读这个主题 大多数人有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小组里有一个问题 基督在哪 我们就问到这个 基督在哪 整个出埃及记没有提到基督 基督是到了新约才出来的 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圣经里的基本的原则 首先整本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 所以我们不管读哪一本书 我们要读出里面的基督 也要读出里面的 包括神的心意 包括神的做法等等 总之就是我们读一本书 若是我们没有读到里面的基督 那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读懂这本书 这本书等于说还没有向我们完全的打开 那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我们有旧约有新约 那我们知道新约的时代 就是神成为人 主耶稣就来到地上 那是从那开始 那旧约是什么呢 总的来说旧约就是一个图画 它的图画就是一个预表 借着这些预表 事实上是启示基督 那出埃及记里有很多启示基督的地方 我们慢慢都会看到 有大家所熟悉的 听说过的比如说余月节 比如说过红海 比如说神颁布祂的实践 比如说天上降下马拿 我们有一些人可能了解过 这些都是在出埃及记里面 但是这些东西的实际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面讲的是基督 他首先做神指明的救赎和拯救 救赎乃是让他们不被神击杀 拯救乃是让他们脱离埃及的范围 到另一个范围 并且在那一个范围里 神还要供应他 那这个供应他们是什么呢 事实上供应的 外面看有马拿有水 那实际上也是基督 这就是这里面的主题讲 基督是神子民的救赎 拯救和供应 不仅如此 再往后呢 他们到了这个蒙昭出来之后 是有个墓地的 神是让他们要团体的敬拜神 为着神生活的 而这样的生活要凭着什么呢 就是凭着基督 所以这里讲基督也是他们敬拜 并侍奉贤的凭借 最后还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就更重要了 他们要建造帐墓 这个帐墓又是什么呢 我们未来一年都会看到 但这里面稍微提一下 这个帐墓就是神和人可以相会的地方 在那里与神相见彼此交通 互为举所 这就达到了神拯救他子民的目的 最终代表建造的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出埃及记 不仅仅是一个故事而已 这背后实际上是预表了神 他整个的计划 包括神完整的救了 所以这是非常精彩的 那这个出埃及记 一共大概分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读的 被奴役 第二部分是蒙救赎并得拯救 我们这学期盼望 可以读到 可以读完前三部 蒙引领也可以读完 然后后面我们留到下一学期 所以这一学期 我们一共有十三次的效应读经 那后面我就再稍微分享一点点 然后我们Jackson弟兄继续分享 分享就是说 我们看他们是在埃及的 那这个埃及到底是个什么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 埃及是一个文明古婆 是一个富饶之地 是一个好像什么都不缺的地方 但是在神的眼光中 这个埃及事实上并不是一个正面的地方 它是预表一个享乐的世界 那在圣经中 事实上有神还有撒旦 有一个神的仇敌 那这个埃及是什么呢 是预表人们享受的这样一个范围 那不仅如此 事实上这个世界在圣经里 也是一个负面的代表 它是一个撒旦 一个神仇敌所统治的范围 那这里面我们就稍微提一下 有三个方面 一般讲到世界 有巴比伦所预表的 宗教 拜有这样的那一面 但是在《创世记》里 人的败坏主要是这一面 然后还有所多玛 就是表了那种罪恶的那一面 那埃及就是表了享乐的那一面 那总之这三方面 都是让人远离神的 不能完成神的定制 也就是说 神的仇敌是用不同的方式 来霸占我们这个人 让我们是什么呢 事实上不能成就 神在我们身上所原有的定制 那当然这是神的一面 其实在我们一面也是一样的 当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享受吗 他们有平安有喜乐吗 他们每天过的生活是非常苦的 看似他们好像在那里 物资是丰富的 是有各样的供应 各样的美食等等的 可是他们的生活是缺乏平安缺乏情 这个事实上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的一个情况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也有一些追求的东西 但是那些东西能不能真正的让我们得万全 很多时候是不能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若是没有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定制 那我们即使得到了其他的东西 里面还是空虚的 还是不满足的 后面我们就请杰森弟兄继续分享 那我们在看出埃及记第一章之前 我们要知道 其实这个背后有一个东西在运行 就是神他有个定制 他要把以色列人就是他的选民 带出埃及来完成他的这个定制 但是呢 神也有一个仇敌就是撒旦 撒旦就是想要阻挠神来完成他的这个定制 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 把以色列人困在埃及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第一大点的这个小标题叫被奴役 它是通过奴役的方式 使神的选民被困在埃及 使他们不能出来完成神的定制 那我们怎么看出这个旧约中的这样的一个预表呢 就是在约翰福音 这四福音书的约翰福音里 第十二章三十一节 主耶稣就讲到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那这个世界的王就是指撒旦 在注节里讲到 世界是一个邪恶的系统 是撒旦系统化的安排 撒旦已把地上一切的事物 特别是那些与人类有关的 以及空中的事物 都系统化成为他黑暗的国度 为要霸占人 阻挠人 不让人成全神的定制 并打岔人对神的享受 那研读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就讲到 就问到以色列人在埃及是如何被奴役的 先刚才弟兄姊妹和朋友们也已经有了一些讨论 那在第一章第十节的地方就讲到 这个王说来吧 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 这个王的背后就是撒旦 他说是需要用一种巧计的方式 来对待神的选民以色列人 那在我个人的经历上 撒旦他是其实知道 如何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霸占我们的 我相信如果撒旦 就是作为一个可能是邪恶的化身 出现在以色列人面前说 我要来霸占奴役你们 那以色列人肯定不会去受这样的霸占和奴役 他们早就出了埃及 但是撒旦他却是知道怎么样可以使我们 使人感到舒适 其实我们在经历上 我们每个人喜欢的东西都其实都是不一样 但是撒旦清楚我们每一个人喜欢的东西 他就是用我们喜欢的东西 或者让我们感到舒服的方式来奴役我们 把我们从神的世上打岔出去 其实弟兄姊妹们都说 我是一个很organized的人 其实这个organized 其实我不是被训练出来的 只是说东西摆得很整齐很干净 所以我感到很舒服 但是这样的organized 可能它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但也可能是容易被撒旦利用的一个点 其实就是我有一个怪癖吧 就是在手机上我们都有很多的app 每个app里面都有那个settings 然后settings里面有一场列的东西 那我就是很喜欢去下载一个app之后 就把那个settings都看一遍 然后把没有用的都关掉 比如说什么要给你推送notifications 然后要share你的data给他的公司 其实做这些事情可能是会有用 比如说防止你的个人信息泄露嘛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如果我没有去设置好这个东西的话 就会让我感到很难受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我所说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多时候甚至是我非得要去把它这件事情做完 我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这个东西好像就成为了 就是有的时候就成为了我一个拦阻 可能我本来就想去参加一个聚会 但是后来就在弄这个东西 导致我没有去成 那很多时候就经历到撒旦他专门 就是挑在聚会前的一个时间 给我去安排这样一个任务 让我下载一个新的app 然后在这里调这个 那我就发现他就成为了我的一个重担 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个背后 有时有一个恶者在那里运行 可能等我们到那个聚会的时间过了 还不知道为什么想去那个聚会 最后又没有去成 这就是撒旦的一个巧计 他是用巧计来对待我们 使我们这个人受到一种霸占 但这个巧计可能就不是 他看起来就不是一个坏的东西 但是他就是用这种方式 让我们慢慢的就被他霸占了 是的 我相信法老他也给了以色列人很多的福利 就比如说埃及地是一个物产非常丰富的地方 那之后我们也会读到以色列人 其实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又想 就是又想回去了 因为他们怀念那里有很多可能好吃的 但是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大公司 他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福利 但是其实代价就是你需要一直为他打工 甚至是成为一种重担 那在这样一种环境里 你会感觉到很舒适 你会被吸引 但是确实更容易被努力 那除了是用巧计来他们 他specifically是加重担苦害他们 在第十一节和十四节 也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 那我相信 就是当各位有了实习或者工作之后 就会发现 你会经历到那个加重担的感觉 就可能 因为你的工作能力强 你很快地就把那个工作完成 并且上交了 但这个时候 下次你安排给你任务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那就是这里所说的 以色列人是越发增多 越发蔓延 但是埃及人却严严的是以色列人做工 那到一个地步 可能就觉得你有做不完的工作 并且每一个工作的要求 好像都是很高的 结果就是 你会把全人都摆上去 那到 往往是到下班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累 然后就是想要放松 可能聚会也就没有力气 或者是提不起兴致去了 那我作为一个在博客里已经学了六年的学生 我现在还在读PhD 那我刚得救的时候 我就其实 其实就经历到这个 我其实是把很大一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学习和课以外的学习上面 但是当我把这样把我所有的精力都用上去之后 我一天下来就会发现非常的累 那我就想要 我一回家 我可能就想要打开电脑打一会儿游戏 或者是刷一刷手机 但是这样 就反而就是错过了很多的聚会 或者是自己本来是想要安排 有安排读一些圣经 但是也完全就提不起兴致 就是想要处在那样一种放松的状态下 感谢主 若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初埃及记第一章的图画 我们实在是不知道我们所过的一种生活是什么样的 但是若是我们看见这个神、撒旦和人这三方的这样一种互动 我们就会认识到说我们需要出这个埃及 阿们 阿们 下面 在这张里面 埃及预表世界 埃及的王和法老预表的是那个背后的那个恶者撒旦 那这个男孩和女孩 就分别代表着男孩是一个为神旨意的生命 女孩是一个为着享乐的生命 那其实这并不是指我们 我们并不是单单的指我们是一个男孩或者女孩了 其实我们可以同时有这两种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嗯 当我们接受主之后 就有那一个为着神旨意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嗯 但是我们天然的生命却是为着享乐的生命 嗯 嗯 嗯 那他我刚才提到的他用巧计带我们 用加重苦加重担给我们 让我们做公爵的命苦 那就是说他是要 嗯 他这做一切的这些 嗯 这些对待我们的方式都是要杀死我们里面 为着神旨意的这样一个生命 好 留下我们为着人享乐的生命 并且把我们留在享乐里面 嗯 以至于 就是 在这个撒旦的这个国度 就是世界里面被他奴役 但是 《出埃及记》就是讲到 神如何借着摩西 来使这个世界的情形曝露在以色列人面前 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样的 好使我们认识这个世界 也认识神的心意 好使祂能够带领我们起来 再出埃及为着完成祂的定制 阿们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问问题 或者是自由分享一下 嗯 嗯 我觉得杰克森说的都能听明白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 男孩就是为神旨意的生命 女孩就是想乐的生命 他是怎么问的 对 嗯 谢谢 谢谢 我们稍微提一下 蛮好的问题 那个 有多少是第一次读圣经了 对 可能觉得有点奇怪是吧 哎呀圣经怎么是这样的 有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 你应该做什么 你不应该做什么 好像一些教导啊 那圣经呢 旧约 新约呢 它是旧约主要是借了一些故事 来一个预表 很细的预表 刚才学长俊雄才讲的 新约呢 就是一个成就 所以首先呢 瞎发这个呢 看见 哇 它这些故事实际上是个预表 这样呢 就慢慢地就看出了 哇 那它这边谈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 就是埃及 那埃及到底预表是什么 其实这不是我们自己在这里随便好像在这里给你解经 圣经自己它去启示 这个埃及是什么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越慢慢地读了 你就越来越清楚 不是我们自己随便去解这个圣经 圣经自己解释圣经 它说这个是什么意思 非常consistent 像在旧约里边的圣经 这个埃及 以色列的名誉埃及是一直是离不开的一个关系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从来下埃及呢 不是一个正面的东西 他离不开它 但是呢 他又 亚伯拉罕下埃及 你看他就某个羞辱 但是呢 神并不是说呢 好像不与他同在 还是给他了许多的东西 从埃及带出来 那以撒呢 下埃及 神就阻止他 那现在说的这个雅各 那就是这个以色列 他下了埃及 现在呢 神呢 也是祝福他呀 以后看见很多的地方 你看他们繁增啊 资生啊 增多啊 是谁做的 其实就是背后神在做的 慢慢的神就从后面浮现出来了 不是他们自己能的 你看的是啊 是神在祝福他们 但是呢 又要他们也不带埃及 刚才啊 弟兄们都讲这个 比如说 埃及啊 神在这边扮演了一个很特别的角色 埃及呢 他后面呢 渐渐的启示出来 埃及就是指着世界人所生存的 这个范围的其中一个面 这三个面 其中一个面呢 就是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小树的地方 又是一个被奴役的地方 就是这个面启示出来 其实这个面呢 是最难的 人很难从这里面出来 但是神的子民呢 是外埃及在世界中 但是呢 又不能够属于世界 这个点呢 你不在世界中呢 你就不能够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生活 你就得带着一个正常的人 你要吃饭 你要睡觉 是吧 你要这么做 但是呢 又不属于这个 我们这个人呢 有更冲高的这个意义 对 那这个世界呢 是这样 它也不是说这么简单 它背后有一个东西 你看了吧 它是一个系统 这点你也看出来了 它有度工 它由背后度工成谁的 其实就是那个埃及网 那个埃及网呢 它预表的是背后的那个源头 那就是刚才弟兄们说的那个撒旦 这渐渐的呢 我们先打一个基础 为什么出埃及 因为埃及预表的是世界 世界是一个系统 表面上看的是这样 它背后呢 有一个钩子在那里 一个约尔一样的 拿着一个长线 背后有个人坐在岸上 牵着这个线 那个就是那个撒旦 那它到底是怎么对我们呢 其实啊 你看呢 世界从来没有把我们 当成是属于它的 你看了吗 世界上这一帮埃及 这个以色列人呢 为世界做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说 它拯救了埃及 曾经在前面那边书里面 但现在呢 你看 它觉得把它视为敌人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啊 在经历中常常这样的 无论你怎么爱世界 世界不会爱你的 无论你怎么爱这个公司 最后公司啊 最后还是把你发现的 真的是这样的 无论你多么以你的公司为傲 是吗 这两个激活成啊 到最后呢 世界上呢 你还是不属于祂 你是属于神的 阿们 祂把你视为威敌 那祂怎么去对我们呢 就是刚才 这个Jackson讲得非常好 你看他 瞧技 这让你觉得呢 我觉得还不错 你知道吗 世界上呢 他的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被occupied 你觉得天天是不是在忙啊 你难道你吃的比上一代人吃的多吗 你也没有吃的多啊 可是你感觉呢 比上一代人更忙 越来人越忙 你到底为了什么呢 谁在做这个事情呢 为什么这个泰克斯巴斯区五分钟不回 你就觉得有事啊 事实上呢 是背后这个东西在这 他就让我们呢 是越来越被occupied 这就是能够巧妓 对 那更厉害的呢 这些世界 他对我们呢 背后这个撒旦呢 对我们就在两招 你要识破了他 一慢慢的你都释放了 第一个呢 就是巧妓 巧妓所在底的就是欺骗 他跟你讲的非常的好 从第一次亚当下王的时候就是这样 欺骗 他不是说是一样的乌鸦 那个张牙舞爪啊 你害怕 你当然逃跑 不会的 他欺骗你 第二呢 就是杀害你 就是这样啊 你就从一个公司也是那样的呢 你说到了一定年龄啊 到了一定工资啊 所以他就把你kick out 都是这样子的 教授有什么样的 OK 我们不都说这一个吧 他就是来什么 欺骗和杀害 那最多的目的是什么呢 最多的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 事实上就是让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都有功用 你知道我们这个人最大的功用是什么 不是为法导建造这两个激活层啊 不是在那里建像Apple一样 哇 都说人家在那里是这个 crowd 建了这个secular building 是不是啊 好像你看这是我们Apple的 你说是我们Apple的 Apple不说是你是他的样子 我们对大的功用不是建这个激活层 对大的功用远高于这个 对 你们 乃是张先生带路神啊 我们人的功用是这个 如果我们人的功用没达到这个 你就会觉得虚空 所以撒旦做的一切欺骗和杀害 最终就是要把我们这个功用毙难 所以我们呢 我们看看神怎么拯救我们 这是一个开始 这一圈系一定要好好地来 不是我们能够出得了埃及 对 你看神怎么样去拯救我们 对 我们自己立志啊 都不行 没用的 但是神来拯救 好 嗯 好 那我们稍微有一几个报告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大家来拿午饭 这是我们第一次 那我们每周三 除了Thanksgiving以外 每一个周三 这个时间我们都有效应旅行 一共13次 那鼓励大家都来啊 我们这个 最后还有额颁奖 根据出行技术啊 我们有一个鼓励 那 那就是这样 地点呢 有一次不在这边 基本上都在这边 我们会每一周都会告诉大家 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这个教室时间地点 那我们也提供午饭 那大家有空的呢 一会儿可以留下来一边吃啊 有很多问题 还可以到交通交通 讨论 对 另外我们周五晚上啊 也有聚会 周五晚上呢 我们也读圣经 我们在家中聚集 一起先吃晚饭 然后唱诗歌读经 那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位 尤其是我们第一次来的 如果有的话啊 一定跟我们 进到我们的群里 跟我们联系上 就交换一下联系方式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最新的通知 还有什么 这个月底 我们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 是我们一起上山上去 那边有这个周末 这个森林的一个retreat 那我们还会考虑 所以还会考羊肉串 还会考全羊肉串 那就大家呢 可以过来看一看 那基督徒的正常的一些生活啊 那并不是说啊 好像就是在空中 在天使一样 其实都是 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 但是呢 又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还有 这边的旁边 这边的旁边 这边是 我们都在那边